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地时间3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揭露了美国利用所谓新疆问题 从内部破坏中国稳定的阴谋 华春莹播放了一段视频 显示了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参谋长劳伦·斯威尔克森 如何谈到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三个目的 这位美国前高官公开表示 其中在阿富汗驻军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如果中情局能够很好的利用2000万维吾尔人 和他们一起不断的挑衅北京 他们就可以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破坏中国 演讲者是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 前陆京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 2018年8月他在罗恩保罗学院 谈到了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三重目的 其中之一就是遏制中国 就像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 他毫不遮掩地表示 我们在阿富汗派兵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中国新疆有2000万维吾尔族人 中情局想破坏中国的稳定 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中国的动乱 如果中情局能够利用好这些维吾尔族人 与这些维吾尔族人一起不断地刺激北京 这样无需外力 直接从内部搞垮中国 华春莹还说美国籍盟友最近一直指摘 新疆棉花存在强制劳动等问题并实施制裁 其实美国高官自己都承认 所谓新疆维吾尔问题 不过是美国破坏稳定 遏制中国的战略阴谋 现在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 又将黑手伸向了新疆 伸向了新疆雪白的棉花 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强制劫狱 甚至种族灭绝等耸人听闻的罪行 并以此为由对中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 但是正如大家刚才所看到的 这位当年曾经参与策动 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前高官亲口承认 所谓维吾尔族问题 只不过是美国企图从内部搞乱中国 遏制中国的战略阴谋 而在这出美国导演和制作的大片中 美国及其几个盟友国家的一些政客 包括一些媒体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或是与反华势力相互勾结 毫无底线的无中生有造谣抹黑 或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 另可相信极少数反华分子编造的谎言 也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 共同心声 不愿正视新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 他们动辄援引所谓可信证人或信息源 义愤填膺的要捍卫新疆的人权 那么看到了 以反恐为名对多个穆斯林国家大打出手 也不会颁布世界上唯一的禁目令 歧视和迫害自己国内的穆斯林等少数族裔 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安全稳定 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 我要正告美方 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 也不是叙利亚 更不是当年八国联军铁蹄下的晚清 中国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事实和真相将戳穿所有针对中国的谣言 谎言 我们也有足够的决心 意志和能力来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 记者朋友们 看完了这段视频 今天围绕新疆的所有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是否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呢 美国导演的这出戏该收场了